一聲令下陸軍機部地量三四旅的弟兄們填充炮彈 接著往目標區發射 十秒之後在十幾公尺之外 準確命中標的物現場冒出濃濃白煙 這是在模擬戰場前線遇到敵軍突擊 我軍請求破炮火力支援作戰 兩架戰術型徵搜無人機升空之後 朝敵軍方向飛去 成功標定對方位置後即刻回船現場畫面 是戰場的勤搜利器 緊接著帶有AH-1DEP超級眼鏡蛇 攻擊直升機模擬掃蕩逃竄敵軍 接力增搜打擊 國軍不止攻擊 平時要投入救災工作 必須做足準備 特戰地上展示救災時的裝備 像是自行研發的繩結 可以用在戰場或傷患救護 一連串的演練讓三軍統帥的蔡總統很有感 各位都是我們中部地區重要的戰備部隊 在剛剛的各項演練中 我也看到大家以高昂的士氣展現了紮實的訓練成效 除了平常的訓練 上個月 卡路颱風的造成南投山區嚴重的災情 我們特指部的同仁也前進廬山部落 這段時間大家都辛苦了 感謝官兵辛勞跟颱風時救災 蔡總統也特地發放加蔡金 謝謝總統 因應敵情威脅 我軍除了嚴密的監控周邊的動態之外 也要模擬作戰來提升常備戰力 以上是華視新聞 張軒簡宏旗 我們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